初高中时候,同学们虚荣心比较强,觉得自己考得好,一定要找个人分享这个好消息,比如给同学是有等,大家在这样做的时候,要想想自己这样说其他同学的心情,永远不要炫耀,特别是在同学好久面前,高中我的数学一直很好,每次月考时,我们仅是会例行一次赛成绩。 其实我比较低调,所以好几次我没有说,但过了一个学期后,我认为大家很熟了,另外实在拼不住是有的鼓动说吧,说吧,几个熟人,你还估计什么啊,又没别人,难不成把我们都当外人? 所以,我也参与了寝室离每月一次的晒成绩,强人,面数学真牛,大家每次都由衷赞许,但过了一段时间,大家却不经意间的疏远了我,我想不明白。 后来,我和班主任谈话得知,班主任说我喜欢翘尾巴,问我是不是喜欢在寝室里炫耀,我顿时傻了眼,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即使是最亲密朋友,也不能一直忍受别人比自己好。 特别是高三时,当你成绩不如他们时,他们可能会帮助你,但当你超越他们时,他们就绝不容忍,所以取得了成绩一定要低调,跌倒了,只能自己爬起来。 高二时,我遭受了高中时最惨痛的挫折,一连一个学期,我的成绩都为你不振,这时,平日里对你青睐有加的老师不再笑脸相迎,平日里一起探讨题目的学友们开始疏远,这不是所谓的敏感,确实是事实,这个时候,仿佛世界抛弃了自己。 从此我明白了当你摔倒时,你会看到真实的自己,卑微,贫乏,成绩是永远的硬实力,不论你如何春风得意,如何清虚有理,当你失去成绩时,你什么都不是,千万不要放松学习,不要依赖一个人,高中的时候,我和一个同学玩得特别好,在一起特别开心,一起学习,走得很静, 这个同学很热心,有什么事?你说一声,帮你做好,久而久之,我不知不觉的和一帮好友就疏远了,我发现自己变得不那么健谈了,只有和这个好友在一起时才有话说,有问题也不到处找人讨论了,只和他聊。 但是这个同学成绩不好,有时我问的问题他不懂,也就算了,后来成绩就慢慢下来了,后来,换了位置,没有太平凡的接触这个朋友,我又即使恢复了,变得健谈,又和一帮好友走得近了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我们每个人都有依赖情结,特别是城市里成长的独生子女,当你不知不觉中和一个人走得很近,并开始疏远自己的朋友圈子时, 你要果断的对这个你依赖的人说不,你要白省,自己是不是没有这个人,就不习惯一个人去吃饭,一个人去决定一件事,如果是这样,那么尽快离开这个人,因为你开始在他的关怀下变成白痴,不知道外面的世界,不了解形势,而且一旦这个人和你不愉快时,你该怎么办呢? 决定,那么你会陷入屋里,因为你的世界只有剩下这个人了,妥协意味着你受制于人,所以我们永远要相信,最可依赖的那个人是自己,不要和一个人呆得太近,不管你们如何亲密,我们需要独立,拒绝诱惑,你要合理利用自己的资本,高中里我有一个好友,高二师成绩特好,很多女孩子围着他问问其, 有一个女孩子很漂亮,我这个好友就有想法了,就追把这个女孩子追到手了,这个女孩子也崇拜他成绩好,两个人就密在一起了,但是近高三十,就分手了,为什么? 因为两人成绩都退了一塌糊涂,班主任招好友谈话,结果好友为了所谓的爱情和老师闹发了,最后却是那个女的提出了分手,结果我这个好友学习就一蹶不振,后来本二都没上,后来他就跟我说,太现实了,这个故事对我影响非常大, 通过这个事,我不是反对高中里爱情,也不是想说这个女孩子怎么样,我只是想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,一个女孩子崇拜一个成绩好的男生有没有错? 没错,因为优秀所以吸引,是我的好友出了问题,她没有合理的利用自己的资本,她错误的选择了风花雪月,如果她和这个女孩子一起努力,一起考上一个好学校,这段爱情很完美,很浪漫,但是结果呢,那个女孩子留下一个势力的坏名声,我的好友更是断送了好的出路,大家引以为结吧,所以说, 不论是友情,还是爱情都是有基础的,这个基础大家要心知肚明,所以有人说不管以后怎样,要和你做一辈子兄弟,要牵荒地老时,你要知道,这不是一个承诺,而是对你的期望,实际上是告诉你,我想和你做一辈子兄弟,我想和你牵荒地老,但是前提是,我们要努力使大家过得很好, 不要相信有太多的聪明人,有些人会装,学习中你会发现有些人不怎么努力会学得很好,大家会想当然的认为这些人比较聪明,自己是怎么都赶不上这些人, 这些人就像一个神话,不可超越,这里我来揭露这些神话,这里就是一个我们年纪里比较出名的数学天才的故事,这里我不否认有聪明人,但是所谓的天才就是百万分之几的概率, 毕竟一个省就几个清华的,这个同学是我高三的同桌,是一个小有名气的高材生,做了两个月,玩自习基本就病样样的没精神,一般趴着睡觉,醒了就做老师不知的几个问题,很显散,但是他的数学基本是130到140的样子,也没看他做太多的题目, 但他有个毛病,早自习喜欢睡觉,基本就是没醒过的样子,所以大家可以将这些细节联想一下,对了,就是这样,这个人有个毛病,就是生物中有问题,就是晚自习七点到九点半,没精神,但是他的新冠时期在九点以后,也就是说,他没有偷懒,他在回家后偷偷学习,所以工作到很晚, 第二天早自习没精神,其实所谓的事实就是这么简单,这不是我的猜测,是事实,所以很多事情,我们喜欢想当然,比如看到一个人拿打火机,就会联想这个人喜欢抽烟,其实并非这样,所以当我们要相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,不要相信一些想当然的事,得罪谁都不要得罪你的老师, 有人说过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,这是句假话,在学校与你一半的命运掌握在老师手里,你自己掌握着另一半,高一的时候,我们班有一个女孩子是英语课代表, 英语特别好,可以说每次都高出第二名十几分,由于他是从小就培养的,一口美是英语说得很好,所以男女有傲气,平时就和身边的人难于相处,但由于是英语苗子,老师都比较宠着他,不管什么活动,他都会露几首英语歌或演讲, 就使他成了年纪里的红人,但这个女孩子比较纯,就是不太想事情,也不知怎么的就和我们英语老师当上了,从此英语老师就没理过这个女孩子,大概就这样过了一年, 那女孩子从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,变成了一个沉默表演的人,后来就莫名其妙的转走了,不管后果如何,他英语是耽搁了一年,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不管你如何强势,你要有感恩之心,你要清楚你的荣誉和实力的根源在哪里,在哪里呢,在老师那里,所以不管你如何,你在老师面前就是个小不点, 别试图耍小心眼,也别试图欺瞒老师,说句实在话老师作为一个成年人,各方面都比我们要老练成熟的多,所以很多是一眼就能看穿,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在老师面前老老实实,保持敬畏的态度,因为老师就是老师,不光是他能赐予你知识,才会教你如何做人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